丰富一下在家里居家隔离或者是减少活动的这种生活 特别是我们听说这个活动跟爸爸妈妈还有孩子有关 我们就想说可能设计一些这种活动 然后可以让大家在家里去进行 然后丰富家庭生活 然后欲教愉乐 因为待在家里最开心的事情呢 当然就是学习了 哦好吧 然后呢 然后因为待在家里嘛 就不能够跟老师面对面 但其实那个三人行必有我师 对就像我有时候三人行必有我师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对詹老师不止下问 二人行也是可以的 就像那个我们觉得人和人之间不一定分成老师跟学生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都可以向彼此学习 是什么 好了继续继续 比如说 比如说我和这个阿庞 他是理科生 我是文科生 然后 而且我们是偏科非常严重的 我听 就是他基本上没有文化 我基本上没有常识 我不是因为偏科 我是因为就是初中 我的语文水平直到初中 我有现在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已经很难得了 好吧 但因为我们俩 以前都是彼此嘲笑 但现在我们决定彼此帮助 在疫情之下 因为只能跟对方聊天 所以设计了一个活动 可以向彼此学习 学习 我们呢 打算 今天这个直播 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一个知识问答环节 张老师设计了五道文科的问题 我设计了五道理科的问题 我们要对彼此提问 然后希望呢 大家在这个屏幕面前 也可以回答一下 但是在 比如说我出的问题 在张老师打出来之前 你们先别透 先别透答案 好吧 有些问题对于张老师来说 可能是很难的 但是对于大家来讲 可能 就是我们现在设计了这个环节 每天都进行 房间内部的智力测试比赛 可以给彼此计分 如果谁输了的话 就要带上那个猪头 他 对 好 然后这个第二部分呢 将是一个辩论吧 就我们觉得 无论是这个朋友 家人 然后在家里的时候 可以对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话题进行辩论 所以那个第二部分是辩论 第一个部分是问答 是你先开始呢 还是我先开始呢 我先开始 你先开始问是吗 对 好吧 你先开始问 现在文科题第一个 我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在位的时间 不能不能百度 我没有百度 我再打开我的题 我先准备好 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在位的时间最长 有四个选项 这四是反着的吧 一汉武帝 二是谁 康熙 乾隆 袁世凯 肯定 真语太小看我的 肯定就是康 肯定就是康乾盛世嘛 就要不就是B 要不就是C嘛 我想想 时间长跟盛世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肯定是清朝的 康熙吧 为什么 就反正不是康熙就是乾隆 那你选一个吧 选康熙吧 那你知道他当了多少年皇帝吗 反正肯定没到一百年 什么 估计八十多年吧 啊 居然答对了 耶 这就是叫什么 这个叫第一分高能 我们就是这样分析问题的 你想一个人啊 最多不可能超过 哎 等一会啊 那边关了 你想啊 一个人不可能活超过一百岁 他基本上五六岁登基 就是最早的了 你算他到八十多年 这已经很长 就差不多 他当了六十一年的皇帝 我幸运数 我才六十一啊 那我还猜多了二十年 算了算了 其实乾隆是可以超过他的 然后呢 他就是不想要超过他爷爷 所以他在六十岁的时候 就选择了当太上皇 这样啊 但他虽然当了太上皇 其实他们家 他们大清朝的事 还是他在管 所以他实际上 当了大概六十三 六十四年皇帝 实际是 明王十存 为什么这个 康熙乾隆 和这个汉武帝 就感觉他们名字的这个结构 不是特别的一样 这是为什么 因为 就是汉武帝 汉朝 你知道康熙皇帝 为什么叫康熙皇帝吗 他就叫康熙 肯定是个字啊 名啊 就叫康熙 当然不是 年号叫康熙 对 年号叫康熙 康熙和乾隆是年号 对 但汉武显然就不是一个年号 对吧 像是一种 好像一种评价 对不对 这是一种事后的评价 但为什么就是 就是有武这个字 应该已经不错了 是不是 不是有一个什么仙啊 还是佛 佛有一个字 灵啊 就是说就是等于后 后人对他的评价 就是啥都没干 对 那为什么就是说汉武帝是用这种评价而康熙 我们康熙有这种评价吗 比如说他叫清朝 清什么地 他的到康熙这个时候 嗜号已经有二三十个字了 可能是太长了 这样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用吗 没有 就是大家的习惯就是这 这你就跟没解释一样 我问你为什么 然后你的回答是就是就习惯就这样 那就是确实就是这样 行吧 好 那我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了 你问吧 好好好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水桶 这个水桶里面有水 然后上面漂浮着一块冰 当冰化了的时候 这个水桶的水面 是升了 降了 会平 还是说根据情况 它不一定 四种选项 哦 就是冰可乐里面的冰化了 就是你不要乱改我的题 你如果不懂这里边的那个事 你就不能乱改这个题的条件 水 冰水里面的冰化了 对 这个水是降还升 对 这怎么感觉是一个好像很简单的问题 不是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 冰比水体积大 你继续 那分比多大的冰和多小的水 同样 这么小 同样质量的冰和水冰的体积比较大 所以 冰化了以后 就会降低 哦不对 但是有一部分的冰本来是在水上面的 是吧 OK 需要接 接小答案吗 嗯 那就是 我看看大家是怎么回答 我还有人说不一定 就是学不一定就很好 一般我们辩论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答质询的一个小 快速学习的小技巧 就别人问你是还是不是 对方便有 你说不一定 那我就选不一定 嗯 鬼影 哦对 就是 你说不一定 那我就选不一定 嗯 鬼影 你说不一定 那我就选不一定 嗯 鬼影 哦对 就是 就是这么精妙 就是你有听过这个阿基米德 这个发现福利的这个定义吗 我知道啊 就是说 你看阿基米德是在洗澡的时候 对 他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你比如说这浴缸水是满的 嗯 然后他进去了 如果他浮在那边 那肯定有水会溢出来嘛 嗯 就他会发现溢出来的这些水 和他自己的体重是一样的 嗯 啊 OK 所以你现在想象 嗯 一块冰 嗯 飘在这个水上 嗯 就代表这块冰 和被这块冰 置换了的水 或者排出去的水 对 它的质量是一样的 嗯 就体重是一样的 是 对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冰的体积要大过水 所以它会冒一个尖出来 同样的质量的情况下 你说的嘛 嗯 在密度小的情况下 体积会大 所以它冒个尖 但一旦当这个冰化成了水的时候 它们就是体 就是质量一样 密度也一样 所以体积就一样 所以这块冰就刚好把 它本来就是 置换的那块水的给补上了 所以那个水是不会变的 嗯 行吧 不要浪费时间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没有得分 是吗 好讨厌 我想知道我们这个直播 真的有我们的妈妈爸爸小朋友在看吗 我怎么觉得都是一些熟悉的朋友 我们是为妈妈爸爸小朋友设计的题 你们那种什么大学文化 什么那个 PhD文化的 不要在这边写我们的课题太简单 对啊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呢 我也出下一道题了 来 嗯 你知道中国有三山五月吧 啊 那当然知道 五月知道都是哪几个吧 反正就有五个山呗 你知道 在五月当中 谁的 哪一月的最高峰 海拔最高吗 横山 我来回答 你看这是你的选项 泰山 华山 横山 横山 人家叫华山 华山 横山 横山 对 那我选横山 哪个横山 哪个横山 就我之所以选横山 因为我觉得这样答对的可能性 就是是两倍 你必须选ABCD选一个 那你这个就很那个了 哪个呀 选A吧 那选A 泰山 啊 为什么选泰山 因为我去过 你去过跟人家有多高有什么关系 我中逐过最高的山 答错 好吧 最高的是华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呢 你看又解释了 你们这种就是靠被答案的这种这个问题 这个先有知识才能研究背后的道理 你比如说这个可能是这个板块地壳运动 然后在那块比较激烈 所以把它山提的比较高 啊 好问题 你知道中国 我知道了 山这个高度呢 其实有两件事情组成的 第一是它的起点 就是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站在中国的哪个阶梯上 以及它本身有多高 因为问的是海拔嘛 对对对 你看 其实我做了准备 我其实 我还画了一个示意图 我刚才问你的是海拔高度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站在海上的 我们是站在大陆上的 对吧 然后这个大陆本身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再加上你这个山自己的相对高度 就变成了它的海拔高度 然后呢 然后中国有三级阶梯 你知道吧 青藏高原非常非常高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就能有四千米 然后像我们云贵高原 还有黄土高原 海拔也有一两千米 最后像你们这个非常矮的这种 我们这种 华北平原 经济比较发展 这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一般来说还不到五百米 你看我这个青藏高原上 如果有一个山 轻松就可以超过 华北平原最高的山 再加上这个山有它的相对高度 那我问你 你知道五月里面 谁的相对高度最高吗 就是不看 就是只看从那个地表到 只看对 就是从山脚到山顶 山脚到山顶 对对对 太山 为什么 因为我爬过 错 还是华山 所以人家起点又很高 自己又长得高 铁针跟严肃 这个当然就是最高 这就是天赋很好 后天又很不 看 对对 好吧 好吧 你没有得分 现在还是1比0 好吧 好 那我下 下 definitely 下一个问题 好 这个跟我们 现在的这个 生活是比较 稍微有点联系的 我这个问题 是这么设计的 大家听一下 疫苗 为什么可以令人 对抗某种疾病 或者对某种疾病免疫 然后我有四个选项 你听清楚 第一个选项是 疫苗将抗体 也就是可以杀病毒的那个东西 注入了你的体内 所以你就可以对这个疾病免疫 我感觉这个一听就不太对 还没说完 第二个 疫苗是将抗原 抗原就是这个病毒 注入了你的体内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 疫苗将药物注射了你的体内 这个一听也不对 第四个 疫苗是将营养液注入了你的体内 这个一听更不对 那我每天喝泡腾片不就完了吗 那肯定就是必 因为其他三个听着就不对 好吧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来讲讲 因为我知道了 我猜的 你猜你猜 你把那个小小的病毒注入我体内 然后我自己就会产生抗体去和它打 然后下一次这个病毒再来的时候 我就不怕了 是这个意思 真的 真的真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基本上会把病毒去 就是去毒化 或者是去这种把它杀死 让把它的遗体 输入到你体内 或有一些是这种去活性 然后通过一些处理 它让那个病毒的 就是毒性变得小一些 没有那么大的毒性 但是它又带着那个病毒本身的特征 所以它会刺激你的身体 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之下 或者对你很小伤害的情况之下 然后让你身体产生那个抗体 你知道它怎么发现的吗 秘密 最开始 世界上第一支疫苗 接种牛痘的 对 真的 就是说牛痘 因为挤牛奶的姑娘 不会得天花 对 所以它最开始 那个人就是把 就是有一个人得牛痘了 然后那个科学家就把 那个牛痘不是身上会长水泡吗 然后他就把水泡里面的那个液体 给吸出来 然后注射到比如说你的体内 然后你就真的染了天花 但是 就你就真的染了牛痘 等后来再给你注射 这个天花的病毒 然后你就没事 不是它怎么能想到 把那个水往我的身体里面打呢 就是它是先发现了 就是挤牛奶的那个女工 不会得天花 他就想 是不是这两个之间有这种关系 他就做了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当时 当然也是很具有争议性 但最后就成功了 好吧 好吧 我得了一分 打平 好吧 来 斤斤计较 看啊 这个是 这个胖的是庞老师 这个瘦的是我 现在打平 来 继续吧 下面我要问我的第三道题了 我的第三道题是一道连线题 你能不能就连题型都跟应试交于一致 这个你看 我这边写了四句诗 还有四种花 下面请你把每一句诗和他所写的花给连在一起 我的诗我帮你念一下怕你不会读 说 为什么没有一只红杏出墙了 这样我就知道是杏花 第二句是 执孔夜深花睡去 第三句是 春色满园关不住 第四句是 书影横斜水亲切 大家看清楚了 下面给我看 有杏花 梅花 牡丹和海棠 对 一枝红艳 鹿宁香 这是什么花呢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是什么花呢 有哪怕会一个 观不住 只恐夜深花睡去 这样吧 我降低难度 只要你能猜对两个 这题就可以得分 书影横斜水亲切 哪怕会一个 要不降低难度 变成只要能答对一道 就可以得分 我其实觉得一只红艳 鹿宁香可能是杏花 但是呢 根据我应试教育的经验 这个很少 就是第一个题 就是横着脸过去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 一枝红艳 鹿宁香 海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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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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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大家可以见证一个时刻 太可笑了 他的一只红艳露宁香 连的是牡丹 只恐夜深花睡去 连的是梅花 春色满园关不住 连的是杏花 还有一个 书饮横斜水清浅 连的是什么 你连的是什么 牡丹 书饮横斜水清浅 连的是牡丹 我去 这种 牡丹是怎么书饮横斜的 你就行了吧 就说这些男人 不要就是 废话了 可以 答对一题 因为我这是 说答对一题 我就可以击分是不是 我这 你好意思吗 我是给你送 我是给你送分 送了这个题 因为这句诗就是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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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都没答对 你给我讲一下 一只红艳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 春色满园关不住是杏花吗 为什么 因为只有杏花 杏树 这种东西才会放一个园子里面 就像一个果园 为什么呢 就是 谁会把其他东西放成那种园子呢 就是像那种 果园 就是只有这个能产果子 不是吗 所以 所以你是用推测的 你连这句诗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答案 我还不只能就靠推测吗 我还能靠什么呢 也行 也行 一只红艳 露宁香 很明显是牡丹 因为这是李白 写的给杨贵妃 传说他给杨贵妃写的 三首清平乐之一 明花倾果两相欢 当然就是皇帝的妃子 杨贵妃要用牡丹来比喻他 直恐夜深花睡去 写的是海棠 海棠很那个吗 很快就是谢去那种吗 可能是惹人怜爱吧 顾 顾朝高主 照红妆 书影横写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有什么样的花 有这种风姿呢 那只剩下每个花 好吧 好的 给你 你好意思吗 加了这一分 我好意思 这都好意思 你说你说你自己说了 我要是没有 没有不要这一分 这不是显得好像 瞧不起你是 那倒没有 行吧 给你加了一分 好 到你出题 下一个题是这样的 薛定谔的猫 是什么意思 我给了你三个选项 我本来就知道 我都不需要选项 那你说吧 薛定谔的猫 这谁不知道 你说吧 薛定谔的猫 就是这个猫 装在一个袋子里 然后呢 你就不知道 它死了没有 嗯 嗯 你这是你的 最终答案吗 那你给我选项 那你给我选项吧 OK 第一个选项 科学家家的猫 是科学精神的吉祥物 诶 这个贼呀 二 是一只或死或活的猫 只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死是活 对 第三 是一只既死又活的猫 观察改变了它的生死状态 诶 我觉得第三 那个选项 好像比二要高级一些 嗯 这个不是什么量子力学 相信你自己 以相信和显得高级之间 可以做出一个选择 呃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量子力学吗 就是不能以常规揣测 估计是C 哎呦 第三个 好吧 可以可以 答对了 是C 什么 什么既死又活 解释解释 OK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薛定谔的猫 直接来讲 大家肯定都懂嘛 就是一个盒子 六个猫 然后呢 那里边有一个杀死它的装置 我们就简化说 这个装置 可能有50%的概率启动了 然后毒气放出来了 猫死了 有可能50%的概率 它没有启动 然后这个猫还活着 嗯 就是是这样 但是呢 在量子物理 它和这个经典的物理 所谓经典物理 是描绘我们这种宏观的世界 就我们现在讲这桌子 比如一个车 撞另外一个车 嗯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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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世界 就是这种经典物理嘛 嗯 所谓量子物理 就是讲的非常小的东西 就是讲的这种 所谓就是纳米级别 或者非常小 甚至是一个 一个一个分子 一个原子里面 内部结构的 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说它在这种量子力学里面 它跟经典物理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是有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比如说在这个宏观世界里 这个东西的位置是具有确定性的 但是在这个微观世界里 它的位置是不具有确定性的 嗯 有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在没有观测它的时候 它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确定性的 所以我用来描述这个猫的状态的时候 它这个公式 其实说的是这个猫50%的可能性是生 50%的可能性死 所以它是一个叠加的状态 当你一旦对它进行观测的时候 它这种叠加态 就叫坍塌成了 是一种本 好像叫本状态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这是球状闪电里的 那个被闪电批撞的人 有的时候就会坍缩成 就某一种固定的状态 对 所以是你的观测决定了 或者是改变了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是其实 观测哈 本身 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看到了你 是光 作为一个粒子 光子这个东西 打到了你身上 然后反射到了我眼睛里 然后所以我能看到你在这 所以对于宏观世界上来讲 一个光子打到你身上 对你的位置是没有改变的 它撞不动你 但是在那种非常微观的状态之下 你的观测本身会改变它的位置 是你 就是你能看到它 就代表这个光子撞了它 你的光 光子撞了它的时候 就等于对它的位置 有一个参与 或者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这叫做观测改变了它的状态 这个是微观的 就是量子物理和我们经典物理的宏观世界的一个差别 所以猫的这个件事只是一个类比 就它放在猫的这个状态下来讲 听上去是很奇怪的 但是实际上是在非常微观的状态下 它是make sense的 但是你也不是光啊 不是我不是光啊 但是我看它的时候是代表通过光看到了太阳 就像你在漆黑的屋子里你看不到的东西嘛 是有了光你才能看到吗 是代表光打到了桌子上 反射到了你的眼睛里 你才看到了这个桌子 但是如果是看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粒子 光打到它上面的时候 对它的位置会发生改变 会让它的叠加态坍塌成那个位置 反正就是这个薛丁恶的猫 如果非常小的话 它就变成了薛丁恶的猫 行吧 这个继续可以了 差不多 给你自己记一分吧 我早就记了 我一早就记了 还用得你说 看在一个张老师在相信自己和显得什么之间 显得很不明觉历 不明觉历之间 一贯选择了它的意义 没有啊 我还是稍微 我就知道它是量子力学 好吧好吧 下面到我出题了 行 我的题目之间都是彼此有联系的 行 你看我刚才让你猜了四种花 你知道那个 红楼梦里面 这个就是说 它发现你在一个题上不会 它就是啃着这个地儿 使劲出 就是追着打 你知道红楼梦里面 有一回 大家给贾宝玉过生日 然后呢 他们就抽一个花签 你也没看到那一回 对不对 你只看到第四回 我后来可能看到第十回 那距离这一回呢 还差了六十五回 然后他们呢 就每一个人都抽签嘛 也不是每个人都抽了 就主要人物都抽了一个签 然后就发现他们都抽到了一个代表 跟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有联系的神秘的花 下面你来猜一猜 我写了四个人物 薛宝钗 甲探春 史湘芸 和李丸 他们正好 李丸这人我都没听过 正好对应 我刚才让你猜的那四句诗的四种花 就是杏花 海棠 牡丹和梅花 你知道这四个人是谁吗 薛宝钗知道吧 甲探春 听过 就是 是个表妹是不是 是个表妹还是个丫头 是贾宝玉的堂妹 堂妹 后来远嫁了 史湘芸知道吧 就反正就是 也是个亲戚 对对对 李丸是贾宝玉那个 年纪轻轻就死了 我觉得你都 哥哥的遗数 他选那个特别快就凋谢了那个花 就对了 好你来吧 这回也是 只要答对一个就可以得分 那我觉得薛宝钗跟那个之前那个薛宝钗应该是牡丹 薛宝钗 王为什么还在卡呀 一个就行啊 一个就算对 好好好 我觉得薛宝钗是牡丹 他最有那个范儿 然后呢 梅花 甲探春 感觉探春是一个 史湘芸 也就是说 这块只能连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也就代表这两 甲探春和史湘芸当中 一定有一个人是梅花 啊什么 甲探春和史湘芸 为什么非得有个梅花 因为我觉得你不可能 这个线是横着脸的 对 那所以这个最后这一个人 肯定是杏花或海棠 也就代表探春和史湘芸里面 一定有一个梅花 所以说探春和史湘芸里面 谁是梅花 梅花相自苦寒来 嗯 史湘芸听上去比较苦 还是 我觉得史湘芸听上去比较苦 那就选史湘芸是梅花 然后呢 甲探春 甲探春肯定是不是横着的 那它就是杏 我刚才就是用这种方法答题了 好我写好了 来 来吧 对了几个 哎呀 你就是爸爸也没有想到 我这个出题老师出题 他就是横着 讨厌 但是你还是答对了两个 就我最开始靠分析了那两个 一个是史湘芸 一个是那个谁 你史湘芸并没有分析对 你答但是你答对了薛宝钗 薛宝钗是牡丹 就是薛宝钗就是说那个叫什么 好风凭借立柱上青云的那个人 对不对 对 我太有文化了 他就是最有牡丹的范儿嘛 说的很有道理 雁冠群芳 对可以接受这个词 可以听得懂 甲探春是杏花 这个也答对了 OK 因为他那个 他抽到的那句诗是 日出红杏一云斋 反正就是御室 他将来要远离他们家 海棠是史湘芸 行了 就是接下来我也不太那个了 就给我签计分吧 李丸是梅花 对两能不能计两分 当然不能了 好意思吗 我都是给你降低难度 你这个跟考GRE似的 GRE就是一个学填空 一句话里面给你露两个孔 你两个孔里面的两个都选对给你一分 那可不是吗 我四个集 你这个四个都对了才给一分 你才对了两个 我能给你分 那就算不错了 你四个要对四个才给 那你这个太 所以我都降低难度了呀 行行行 你也 你有本事 你也可以出 你也可以出这种超难的题呀 我给你记了一分 行吧 好 到我了 我开始问了啊 问吧 人体最消耗能量的器官 一 皮肤 因为皮肤是最大的器官 二 是占体重2%的大脑 三 是24个小时都在跳动的心脏 因为它比较辛苦 一直不断的在动 你这么诱惑我就证明不是心脏 你就是想诱导我水心脏 我说你也是横着脸的 你不能用这种低劣的这种伎量来 来猜测 这个我觉得我知道皮肤有消耗什么能量 大呀 就是它是一个免疫的对吧 它要保护你 太闲了也没干嘛呀 随便吧 你选吧 肯定就是大脑啊 我每天坐着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动 只有大脑才不停的动 可是你的心脏也得动啊 那倒也是 一个推测的逻辑就不对 但是心脏它只是蹦而已 大脑 因为它是大脑连蹦都没蹦 大脑有太多东西在动了吧 好几亿个脑细胞神经元 巴拉巴拉 肯定是大脑 行吧 你这题太简单了 这是送分题 我这是看你太可怜了 这 太简单了 你看啊 他看到我的那个这个弱点之后 他就乘胜追击 我看到他的弱点之后 我就给他出一个送分题 这就是人和人的道德水平 就差别非常大 你这个 那个优酷不太行 行吧 我们还是看到了B站的优秀 不能捧一彩一 我有加分啊 这题太简单了吧 好吧 我们现在评了吗 对 现在来到了最后一题 最后一道题是致命答题 是应用题 如果答对的话 那不行我最后一题太简单了 我提醒过你了 最后一题可以出难的 我太善良了 我最后一道题呢 就是 我觉得我们要发扬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给你出了一个 民以实为天是不是 我给你出了一个对联 这个不是我出的 这个是历史上经典的对联 我考虑历史上经典的对联 那我给你来一个解一下哥德巴赫猜想吧 历史上经典的难题 而且我 你看我对你多好 就是我知道 如果我出了上联 你是绝对对不出下联的 所以我直接帮你写了下联 让你来对上联 请问这两件事难度有差别吗 有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 因为下联通常 就是上联通常都是比较生活化的 你看大家都在问你是人吗 下联 大家都在问你是人吗 下联就是要上价值 好吧 你看我这个对联 难道上联是拼逻辑吗 来讲一讲这个对联的基本逻辑 我这个对联是这样写的 从上至下看左传 书朝右翻 你看它的巧妙之处就在 第一整句话非常符合逻辑 因为古代的书是从上至下看的 然后是朝右翻的 可以理解吧 可以可以 左传知道是什么吧 知道知道 然后呢 有上下左右 所以呢 我提醒提醒你 一般来说这个对联 你的上联就要出现 东南西北 对对对 因为我本来想说前 我看到上下的时候 想说前后 但是它这有左右 左右就重了 所以只有东南西北 你看你还是有一点点天赋 你就可以把东南西北 四个字先填上 但你也不知道填在哪 但你就对着嘛 就是上填东嘛 为什么呢 那可不好说 可以试一下嘛 你想好了 你填错了 但是也可以西北东西是吧 是啊 反正肯定东南跟东南是在一起的 西北是在一起的 东北 东西 东西南北 应该是东西和南北 你也不能用这种逻辑 下面我提醒提醒你 这个上联是跟吃有关 吃东西 吃 你看 吃变东西 不是 你这个上下左右这四个字 它们就没挨着 所以你的东西南北 这四个字也不能挨着 是啊 所以我说吃东西 吃变东西嘛 所以只有东西没有南北 东和西 你看上和下这两个字 中间就隔了 左右也没有挨着 所以东西肯定不是一个词 明白明白 上面跟吃有关 什么东西 什么吃的东西里面 有东南西北 什么吃的东西 然后 豆腐脑 豆腐脑跟东南西北有什么关系 豆腐脑不是南北最 就是 不是 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逻辑 什么吃的东西跟东南西北有关 就一个词 你想想 有什么食物 它的这个词里面包含了东南西北 一个词满汉全息 算了 我直接告诉你 你再给我多一个 不是 茄子 这个词里面 就没有东南西北 我去 西红柿就有 对不对 OK 就是说里面带着那个 不是一个词里面带着东南西北 而是说 这个词里面带东南西北当中的某一个字 那当然你对对脸不就是得对字吗 行 西红柿 冬瓜 西西红柿 西瓜 冬瓜 西瓜 南瓜 冬瓜的冬不是冬天的冬 那是冬天的冬 有道理 那什么是冬呢 冬 冬 你刚才已经说出来了正确的答案 我先帮你填上 看你太惨了 好好好 西瓜是吗 对 好吧 来 我拿一个水笔来填 冬有什么呀 冬瓜 冬 苏冬 你知道什么是苏冬吗 不知道 苏冬是就是东南亚人管 就是鱿鱼叫苏冬 你看啊 你看 这个崇尚之下到这里这个字是一个动词 所以你这个西瓜前面也得加一个动词 所以你看啊 西对着左 西对着左 所以 什么吃西瓜对吧 对 这叫应该叫从南到北吃西瓜 有点那么个意思了 其实 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里面又有南又有北 有一个词里面 大家很熟悉的 东南西北吃西瓜 都怎么可能东南西北吃西瓜 什么 东南什么 日出东南吃西瓜 日出东南 跟吃西瓜有什么关系 你刚才说的东有什么 我说有一个词里面又有南又有北 关系 你刚才说的东有什么 我说有一个词 也行 但是它不是一个动作 南山南北海北 它是一个动作 从上至下是一个动作 刚才是南北你说的事 对 南北 皇帝都是怎么做的 怎么都是做 就坐着呗 这是皇帝登基 坐船的 坐南朝北 还以为有多大的文化 其实就是个坐南朝北 我就是根据你的水平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不好意思 朝着羊面 就这么点简单的 哎呦 风水 我是根据你的水平出的 然后你就把这个 最后四个字对一对就完了 坐北朝南 吃西瓜 就一个什么 东 东朝西望 你看看这又字 出现在第几个字 书朝又翻 风朝 东吹 东南 又南 就剩东了 就是什么东 紫气东来 不是人家书朝又翻 跟看左传是有联系的 你这四个字 也得跟吃西瓜有联系 吃西瓜有什么东啊 算了 皮往东丢 就是为了凑而凑 真的没有意义 皮往东丢 皮往东丢 皮往哪丢不行啊 我上丢下丢 直楼里丢 那这个对礼儿 就是这样的呀 行吧行吧 好我的大题 你看这不好意思拿分吧 我都不屑于拿分 不好意思拿分 这是体会不到这种 中国文字的美感 美美美美 真的美美 好吧 我这个最后一题太简单了 那我不就赢了吗 我记 我记都是赢在我善良 好吧 最后一道题是这样的 三脚插头和两脚插头 有什么区别 多了一个脚啊 第一个 选项A 我不出选项了 你跟我说 三脚插头 两脚插头 有什么区别 分别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你给我都说对了 我才给你这一份 我爸爸给我讲过 你讲 我爸爸真的给我讲过 我爸给我讲的东西多了 你说 就是多了一颗线 对 本来是有火线跟什么线 对 然后三脚的就多了一颗线 所以它更安全 为什么 因为更稳嘛 三脚更稳定的结构 不是这个原因 是多了那颗线以后 它就更安全了 它就 就是你就不容易被电了 为什么呢 要知道没有原理 瞎猜是不给分了 大家说 不许看 地线 不许看 多了一颗地线 你们这些人就是 你们这个作弊 你们知道吗 接了一颗地线 然后呢 你就不容易被电了 那什么情况下 你容易看到三脚 什么时候看到两脚 大型电器 四十三脚 小小型充电器是两脚 对吗 不对 好吧 错了 我说你只是问有什么区别 我说了 没有我还要问你 就是说背后的原理要说出来 然后在什么应用场景吗 你让我钱了 你让我钱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个空吗 我让你对了一个对链 你让我回答三个问题 没有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差别 没有 那这个 简答题 我们是看点给分 如果你不讲后面的那些东西 你可以讲三脚和两脚 数量上就不一样 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必须把 你把后面的东西讲出来 才代表你真的懂这道题 这样吧 给我零点五分 我说了D线 我说了D线 那还是抄的 那是抄的 我本来就知道多一颗线 我只是一时没有想起 三比二多一根线 这还要骄傲吗 你多一个插头 不一定多一根线呢 我知道多一根线 多一个插头 现在还不连着线 你说吧 什么时候用三角插头 就是有金属外皮的 一般比较容易 用三角 塑料外皮的就两角都OK了 为什么呢 因为塑料本来就绝缘了嘛 它是怕你摸那个东西的时候 会触电 所以它第三根线连地 就你摸它的时候 那个线就是不会 不会有一个闭环 所以不会电到你 但如果本来就是塑料外皮的话 你摸塑料就不会有漏电的 这种危险 这很简单呢 我刚才都是这么答的呀 你哪答了 我说了 你提了说塑料吗 我说了多一颗线 多一颗线就不容易被电到 我答出了背后背后的原理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吧 还有14分钟 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第一个环节呢 我们就打平了 没有 我觉得我赢了 我得了3.5分 你得了3分 我哪儿 我给你赢了 那你就带上这个 那不行 大家就是在家里玩的时候 也要遵守规则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推荐给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玩的 像我妈和我玩游戏 她就经常耍赖 我爸爸还有这个事 不然就不给她送她这0.5分了 我真是太善良了 反正你就是输了 但我要带 我带这个 你带什么呢 我赢了 我为什么要带着 那不行啊 就好像就我有 你没有 就是显得你多可怜了 这个是惩罚 这个头 看着人家小朋友 看着觉得挺可爱的 觉得好像是游乐场里面 那个射击比较准 她能赢到的 你带着她 我抱着唐清云 赢了赢了 讨厌 继续吧 好了 我们这个本来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有的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有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那么就可以辩论 对 所以我们觉得辩论也是非常好的 欲教欲乐 然后轻松愉快 然后杀时间的好办法 你要给大家辩论的什么题目呢 这个题目呢 我们前两天在微博有提到 我们今天想辩论一个题目 叫做杀依旧摆 是不是正义之举 那你觉得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不一定 来我们来看几个场景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杀依旧摆问题 叫做电车难题 也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铁轨上 有一个电车 然后这个车呢 可能是刹车坏了吧 不对 我不知道它怎么回事 它就在扑硬的往前开 可能就是刹车坏 然后呢 如果看着这个车继续往前开呢 这个铁轨上正好躺了五个人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躺在铁轨上 然后他们也来不及 人家就可能在铁轨上玩 有五个小孩 然后这边呢 有一条岔路 上面躺了一个人 人家是有一个人正在那修东西 但anyway 然后你呢 是一个搬道工 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车 就要把这五个人全部撞死了 你这个时候要不要搬一下铁道 让这个车去撞的另一个人 嗯 搬不搬 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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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搬 那 哦行 你来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搬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不搬 跟你说说我为什么不搬 因为你这种人就是虚伪 不是 你就是推卸责任 你这个就叫稻草人士打法 先给我扣一个帽子 然后就开始说我 因为 我告诉你一会儿 我告诉你不搬 你先说 因为你没有在开车 所以你只是看着这个车撞人的话 就是这个车撞死了别人 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搬了的话 就是你杀死了这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你就觉得 我不搬 那就跟我没有关系 我搬了的话就变成我杀人 你就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可是事实上 你明明可以救这五个人 而你没有搬 你就是在杀死那五个人 不是 我并不是这么想 这个给大家记住 这个普及一个这个就是经典的逻辑 没有物就要稻草人 我先给你扣一个东西 我本来没说这个话 他非说我是这么觉得的 然后就开始骂我虚伪 行 那你说为什么不搬吧 我之所以不搬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不一定 一定会死 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 就不一定是这个绝境 就你在这种思想实验的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来说好像没有其他的可能 但有可能这个车是可以杀得住的 有可能这五个人你通过大喊大叫 他们是可以从铁轨上跑到旁边去的 这都有可能 就是在你没有去尝试这些情况之下 你就轻易去牺牲那个少数 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是不好的 这个时候你还变成了杀人 还变成了英雄了 但其实这些人本来六个人都不必死的 你又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正义之举 也就代表说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正义 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是一个特别好 就是在风险情况下做特别好决策的一个领袖 那我就不在乎这种情况会出现 你这就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最好的选择 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好吧 是我这么说吧 我说一个简单的吧 你说吧 我说一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我觉得大家慢慢去品啊 这当中 一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跟这件事情是不是正义的 不一定是一样的 OK OK 可以吧 就是说我可能要去搬这个车 我可能确实要杀一个就五个 但这个不必叫一个正义之举 它可以是一个必要之恶 或者Life of the two evil 是吧 那本来就是两害相权 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叫做正义 这就是另一个 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在问你的选择 OK 如果只从行为上来讲 那可能会去杀哪一个 那那个人就很惨了 是 他就是无辜被人牺牲掉了 对 我觉得挺惨的 所以其实我 我其实倾向于不去 但是如果真的 你如果这么问我的话 我可能会说去 但实际上你真的到这个情况下 不一定 不一定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说你会吗 对 就是不能老做答题的事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好像在别的地方讲过 就是你说要放在现实里面讨论 据说哈 二战的时候 英国 当时那个纳粹在空袭英国嘛 英国破译了纳粹的密码 然后德国呢 纳粹呢 就怀疑他们的密码已经被破译了 所以他们就准备改 但他们就不知道有没有被破译 他们就说做一个实验 然后他们就用那个密码发出了一条命令 说要地毯式空袭烤文锤这个城市 这个时候的丘吉尔 就是英国的二战时代的领袖 他就得做一个电车难题 他就得决定说 我们是保住烤文锤这个城市 然后但是我们密码 辛辛苦苦破译的密码 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 还是我们放弃掉烤文锤这个城市 然后利用这个密码干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图灵那个电影里面 其实有类似的故事 他们最初把那个密码破译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他们的朋友 战友在一条船上 然后这个船马上就要被炸了 这个时候你告诉不告诉他们 你是为了整个战争 还是你就保住那条船 我就是简单来讲一下你这个问题 就避免大家第一次听可能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破译的密码 密码比如说今天我要炸城市A 对吧 如果你现在知道 你听到了他要炸 敌人要炸城市A 如果你开始遣散城市A的人 就是你能救城市A的人 但是呢你就会被敌人知道 你破译了他的密码 所以他将来讲更大的战役的时候 他就会换一套密码 你被破译了 不然你就眼看着城市A的人 被炸死 然后不暴露自己已经 就是啊 对 那他怎么做的 他放弃了考文春 真的被炸了吗 对 然后他特别沉重的有一段演讲 就是跟他的内部 就是这种事就是 那我再讲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基本上就是杀一九百 这件事有有几个有几个经典的例子嘛 还有一个例子是就是营救式行求 嗯 什么叫营救式行求 基本上就是虐待有点像虐待人质这种情况吧 比如说我我是一个就是恐怖分子 嗯啊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听到恐怖分子说 他要有这个最近有计划要在哪儿 要炸比如说一个城市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为了知道这个炸弹放在哪儿 我可能就去要去虐待这个恐怖分子的家人 嗯 比如说他的孩子 这个孩子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无辜的 嗯 但是呢我如果虐待这个孩子 然后这个恐怖分子看不下去了 嗯 他有可能就会招说这个炸弹放在哪儿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能救 我虽然虐待了这个小孩虐待了一个人 但是我可以救所有被这个没有爆炸的炸弹 然后拯救了的这些人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杀一旧百的例子 那我问你你会不会就是虐待 你比如抓到了一个恐怖分子 你会不会虐待他虐待他的亲人 然后去发现这个炸弹在哪儿 这个是一个法律问题 OK 而且这两天 美国的媒体其实就在曝光 美国在在那个CIA在关塔纳摩监狱 虐待囚犯 虐待他们怀疑的恐怖分子 嗯 所以呢 如果这个场景就是危及到一个定时炸弹 将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爆炸 然后有五百万人为此丧命 嗯 我觉得我会支持 嗯 OK 那我再回到我刚才说电车的那个时候 嗯 我其实觉得这种问题没有对没有错 我们就在这讨论嘛 就是刚才我说 我说的那个时候可能显得好像比较 就是说那个车不一定这人 一定有人需要死呀 嗯 好像说的比较 比较就是或者是你的车真撞过去了 也不见得能救人啊 说的好像比较空穴来风吧 有点这种感觉 嗯 但是放在营救士行求的这个例子里面 就变成了很有可能你虐待了那个小孩 但是并不会救到人 就或者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嗯 就是我甚至可能放弃了烤文锤 嗯 但有可能敌人照样画了他那套密码 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我没有去我 对 就也有可能 就都有可能 在营救士行求的这个例子里面 就变成了 很有可能啊 就有可能说我抓到了这个嫌疑犯 然后我虐待他的孩子 有可能炸弹已经被转移了 有可能这个嫌疑犯就是很冷血 跟家人关系不好 有可能这个嫌疑犯就是 这个恐怖分子他有自己的一套信仰 他的信仰非常之强烈 他甚至认为为了这个信仰 牺牲他的家人 牺牲了自己都无所谓 就是你你你牺牲了这个人 跟能救到更多的人之间 这不就是那个李诞说的那个吗 远方的哭声 近处的哭声 远方的哭声 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吧 你要是讲这些可能的话 你就没有在讨论这个思想实验 我觉得就是我我同意 就是一个思想思想实验它的意义 但最终我们是通过思想实验 来指引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选择 那思想实验有它本身的 比如说你的法律 我同意 比如说你的法律怎么制定 尤其就是刑求这种事 究竟是可不可以允可不可以允许的 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允许的 它是有现实的这种影响的吗 它是会回归到现实来影响你法律 是怎么制定的吗 它是这样哲学高度的问题 来回到现实中来影响你吗 我跟你讲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但好像很机智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个问题以色列的最高法院讨论过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恐怖袭击问题 特别严重的地方嘛 它常年就是被包裹在四面八方的炸弹里面 然后他们是真的用了虐待的方式 拿到了信息 然后以色列的最高法院最后说 我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所以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不能被允许 可是如果事后判断发现 用这些手段是必要的 有效的 恰当的 那么这些使用了虐待的方法的 它的这个情报人员将不会负担法律责任 嗯 那其实啊 我说句不好听的啊 嗯 这个这个这个惩罚与否 是在看这个人的运气 它是对我运气的一种评价 因为我虐我虐求有可能能救人 有可能没没能救人 我可能比如说我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我通过虐待这个嫌疑犯的小孩 可以正确的拆掉那个炸弹 可能我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我通过虐待这个小孩 中间种种环节出了问题 我最后没有办法拆掉这个炸弹 所以 其实这种两种事情发生都有可能的 那你如果事后通过它的结果来评价 其实你是在为我的运气发雄勋章 那如果我运气不好 我就因为虐求没救到人 我就要被判醒 运气发雄勋章 那如果我运气不好 我就因为虐求没救到人 我就要被判醒 那从结果去反推你当时这么做是不是必要的 OK 那因为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就是 如果大家都觉得虐待是可以的话 那就说不清楚了 他没有什么危急的情况 他也去虐待 但是这个事后判断就是 就事后判断他当时这么做是不是必要的 对 那这就真的是指望人开天眼了 好吧 好吧 我们是不是到时间了 7点33已经脱堂三分钟了 富妈 富妈的英语我苍天 她基本上就会说一句 I love you I miss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好的 好像 这个最后 好的 好像 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太严肃了 你想的这个题目 根本就不适合在家庭里讨论 那可以比较有轻松的方法嘛 比如说今天100个人坐船 然后到了一个荒岛上 然后就出问题了 然后大家等着人来救 但食物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投票 通过吃一个人 把阿庞给 通过吃一个人 救其他的人 但是现在是这样 愿者上钩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今天 比如说我们今天 100个人都同意 我们100个人抽签 就是你抽到的那个人 就要喂给其他99个 但是你可以不参与这个游戏 但问题是最后 有人抽到前死的时候 你也不能吃 你会不会加入这个游戏 如果是100个人 我肯定加入啊 我不抽的话 我一定死 我抽的话 我抽到我的概率很低 所以5个人 你玩不玩这个游戏 如果这个岛上 只有5个人这么想 其他95个都打算来等 然后就5个人说 我们就5个人 一个就4个 咱们5人抽签 谁抽到谁死 如果能保证 这个抽签很公平的话 我肯定抽啊 公平 就说公平 但您说这么做 对不对 那是另一回事 但问题是 比如说抽了 然后抽到我 我得死 我可不可以反悔 那不行 那就不公平了 你刚才说要 你要抽签的方式公平 你也要代表大家要 认同这个规则嘛 那你这个就 那你这个抽到你 你就反悔 抽到别人 你就吃别人 你这个不行啊 你这个 不是 你想想看 我加入你们这个合同 去把我给吃了 对 我是在 加入一个游戏 出卖我自己的生命 不是 你有百分之四十 你有百分之八十的概率 是拯救自己 百分之二十的概率 死 如果你不参与这个游戏的话 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概率 会死 如果我们俩今天玩一个游戏 就假如我有一把枪 嗯 然后是那种转轮枪 嗯 我在里面六个孔 只放一个子弹 然后我们俩对打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 不玩这个 如果不玩这个游戏 大家都死的话 还有玩的必要 不然为什么呢 就闲了吗 就闲到了这个 如果有一个人死了 另一个人 是不是算杀人 这个极端 先得在极端情况下 这就看出来了 你是不能够 拿你的生命去赌博的呀 我已经在那个岛上 我就已经是拿我的生命 是天拿我的生命去赌博了呀 所以你就 那你就得说你在那个岛上 法律就失效了 对不对 嗯 可以吧 嗯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而且你这个时候通过 有可能是你通过 你通过对于这个游戏的想象 来去判断法律 是不是像 是不是 聊太多了 好吧 好吧 可以可以给脱调太久了 拜拜大家再见 这个星期六的晚上 大家应该出去 不是